就是经常你情绪 我从来都是因为 我跟你说的这件话 你的自控能力很差 你知道吗 你的自控能力太差了 圆圆 还有我们这位李女士 这样的 我们先平心静气 听圆圆 把对您这么多年的抱怨 或者说 你们母女俩有心结的地方 让她说一说 我们看看在今天这个现场 我们不能打开这个心结 好不好 圆圆我问你 你喜欢你妈妈吗 其实我在心里面 我认为她和我母亲 我非常尊敬她 这是首先的 但是你并不喜欢和欣赏她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她好多东西 都强制在我身上 就比如说她实现不了的东西 她想让我去实现 我是这么感觉 今天在场上 你说的这些话 我能感觉到 你母女俩那种 来自于性格的矛盾 我给你讲一讲 我对我妈的感情 你听一听好不好 我妈妈把 是一个商店的主任 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父母啊 就对孩子都特别关心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因为别人家的孩子 都穿着棉裤 我就穿着一条毛线裤啊 但我妈妈很少能看到 或者说 这个着凉啊 你别穿啊 再说她要是给我干活的时候 比如说给我洗衣服 洗衣服的时候 她经常一边给我洗着 一边开门 骂着我 这么大了还这么懒 我就特别怕邻居听了 然后我都想把那个衣服 抢回去扔了 不要再给我干这些活 就是她在我眼里啊 都是有太多太多缺点了 我老想 她怎么不像别人妈妈 那么细心那么温柔 全都为儿女着想 可当我妈妈不在的时候 这个思维就晃过来了 我想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我们家过程很富裕的生活啊 都是靠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不但对自己的父母 对我爷爷奶奶也非常孝顺 还有想起来都是 我第一次出家 就是出远门的时候 我妈妈到火车站去送我 那种担心 那种担忧 就是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往往做儿女的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误区 父母在的时候 我们老想妈妈爸爸应该对我们做什么 我们老想从她的索取什么 因为我们是孩子 我们管的药是正常的 可是等父母不在的时候 我们往往想的都是爸爸妈妈的优点 就想 我们当时为什么不对妈妈做那些事情 让她高兴一点 或者我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孝顺的事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机会都失去了 所以以我这种 跟你来说话的 父母不在的人的心情 可能和你坚韧相反 所以你这种思维可能到某一年的时候 你就会像我一样逆转 你在这里记得的不都是那些妈妈 在你有病的时候 没有及时赶到你身边 或者对你那种着急 说得很刻薄的话 没有对你说出那种欣赏的话 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时候 你整个思维都逆转了 所以不要等到那某一个点的到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平静静气地看一看妈妈妈妈 其实是这样的我想打断您一下 我对我妈妈其实像我说的这些 就是心里不乐意的这些话 其实在我心里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我想跟我妈就是好好的 我希望她能好好地听我说一次话 能认为说 最起码我说的有些话 她能听到心里去 而并不是说她阐述的全是她的想法 她并没有听我的话 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妈妈 我知道都是为我好 但是首先我就觉得她给我的空间太小了 因为毕竟我三十多岁了